昨天下午 吉隆坡孟山南城一个人民组屋发生升降机故障 从五楼直接最到底层 这起恐怖事故导致升降机内的八个人蒙受轻重伤 伤者包括了老人和孩童 其中四人的脚出现骨折 被紧急送院治疗 沙准局高级行动指挥官穆罕利段表示 除了四人的脚骨折 其余的伤者在脚踝部分受伤 沙准局是在昨天下午两点三十六分接获投报 在孟山南城的克林之人民组屋西座发生升降机止坠事故 求不怀疑是升降机的钢篮断裂 导致升降机从五楼坠下至底层 所幸这起事件并没有人死亡 共有18名来自孟山河师部爹消诊人员 前往事发现场给予救援 另一方面 吉隆坡市长达特诺希山表示 吉隆坡市政卿将会承担八名伤者的医药费用 市政卿也将会和十一个负责吉隆坡一带人民组屋的承包商会面 同时 施政卿也将会探讨人民组屋居民所反映过有关升降机问题的投报 根据居民所提供的消息 去年该组屋也曾发生类似的事情造成一人受伤 所有的伤者后来已经被送往马大医院接受治疗 你在这种行李希望 你onz飞治疗 以前我不认人 如果你